哈嘍大家好,小朋友Nioです 本次台版要上的迷雾之下 是全新的白鷹大火 這次的兌換角色有布蘭莫盾 還有卡莎布蘭卡 連藍鯊魚也是送你的 所以本次的建造部分 就是兩金一紙一藍 相對親民很多 那究竟他們的性能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是里諾的部分 里諾的部分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用來打飛機的 美國的青巡就是用來打飛機的 他其實以前是還蠻弱的 他經過一次的上修之後 變得還算堪用 一技能就是要搭配我方的航母群 可以獲得一個自身的提升 也相對可以保護航母 可以獲得一個減傷 那二技能也是一樣 戰鬥開始可以加強自己的對空跟火力面 所以在火力面跟對空方面 尤其是對空方面 他非常的驚人 對空白質非常的高 還有他的效率達到170% 所以過敏之以他就是用來打飛機用的 如果你有3D5改的話 那再配這個里諾 基本上你的對空是非常的強勢 那如果你沒有希雅圖的話 基本上你都會上這個里諾 如果你有希雅圖的話 可能你就去做個選擇 看他要去哪邊會比較好 主要還是要去搭配這個航母群 會有比較好的一個發揮 再來是他的利惠部分 利惠本次有這個啦啦隊 未來還有這個勇章 你怎麼可能捨得不入手他呢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布蘭莫頓 布蘭莫頓的第一技能很有趣 他是第一個 30%會觸發額外的1.3倍傷害 CD5秒 第二個 主砲發射還有70%會獲得額外的彈幕 這個是CD10秒 所以這個過敏之以呢 我們選主砲的時候 就是接近5秒的主砲發射一次 我們會有比較好的期望值 觸發額外的傷害 還有觸發額外的彈幕 因為他們都有5秒跟10秒的CD期 不過現在台版的裝備不是很多 只能選這個舊的科研砲 在120級滿好感的情況下 這個攻速是6點多秒 後掉前後搖的時間大概6.2秒左右 所以你這邊可能會有一秒差的這個空窗期 所以你發彈發炮的這個期望值 可能不是這麼有效率 未來在這個法國活動會有新的一個炮 還有這個科研三級會有新的一個重巡炮 這兩個加起來就會比較接近5秒的這個數值 所以你的這個空窗期期望值都會比較好 記得以後如果有這個活動 或是有這個科研的時候 盡量趕快把它做出來 換上去就對了 再來2技能防禦技能 如果它是前衛艦隊的頭的話 第一號位的話可以30秒內獲得減傷 它可以當作一個小坦 再來如果不是當主坦的話 在其他位置它可以增加它的對空25% 美群本來對空的數據都不錯 這個270多 加起來就已經快300了 推攻效率也是到140% 所以它進可攻可以退可守 可以當作主坦也可以當作對空專門的 本來的主砲效率 主砲加1 還有這個彈幕都不差 可是論真正的火力來說 論火力打不贏這個巴爾蒂魔 論坦度可能也坦不贏這個波特改 它是介於這兩者之間 有一點點攻擊 有一點點防禦 它的位置也可以任意更改 算是蠻自由的一個角色 看你怎麼去使用它 再來除了性能部分 立繪 這次有網球1的 未來還有這個賴武圖迪 相信我看過的應該等很久了 這隻角色送的 送的超值得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五位號 五位號第一個技能就是空襲彈幕 這個很多角自己都有空襲彈幕 這就不多說了 再來2號技能呢 戰鬥的1,3,5回會增加自己的航空值 那2,4,6回的戰鬥呢 會獲得一個減傷 其實如果都是獲得航空增加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是比較好的 那中間2,4,6減傷 說實在也還好 不太會用到 所以這個技能 有點不上不下的感覺 不過有航空登傷總比沒有好 傻王或是道中戰 其實都還蠻堪用的 再來最後一個防禦技能呢 這個就是非常 吊詭的地方了 它如果耐久只低於20% 才會啟動這個技能 減傷25% 再來沿上傷害0 不過你要是被打到 剩下20%以下的傷害 這個戰鬥基本上 你也快要全滅了 所以這個技能 很難去觸發它 你可能只有打演習的時候會用到 可是它打演習的效果也不好 我們剛剛說了 它前面這個2號技能 其實打演習也不是這麼給力 所以這隻角色的防禦技 可能很難做到使用 整體來說它跟艾塞克斯比起來 可能傷害還不如艾塞克斯 所以這隻角色沒有到非常的厲害 如果你沒有很有愛的話 或許你可以考慮不用入手 那skin方面呢 只有一個棒球投手1 有愛的話可以入手 不過就以強度來說 如果有這個艾塞克斯的話 或許你可以用不到它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庫帕 庫帕的技能只有一個 就是紅技 而且是要裝備這個PBY 才會有額外的偵察效果 還有這個反潛效果 簡單來說這隻驅逐 最主要就是用來反潛的 因為活動裡面 可以兌換到這個PBY的 隨上偵察技 而且這是只有庫帕 專門使用的這個偵察技 你裝了這個技能才有效 不過現在的這個反潛機制 已經修改過了 在以前還沒修改過的時候 或許它還是一個很實用 很強的一個反潛的技能 不過修改過後 基本上大家也不用帶雷達 每個驅逐出去 基本上都是很強的一個 反潛的技能 反潛的一個機制 所以這個最強的反潛驅逐 變得現在已經沒有太多的用處了 是因為機制改變 造成它沒有使用的一個效果 不過基本上它還是有另外的 就是力會的部分 力會的方面呢 有這個神式米豆子的Live2D 或者你有愛的話 你可以考慮入手它 最後要隆重介紹我們這個 藍皮戰神 卡莎布蘭卡 為什麼它是藍皮戰神呢 第一個技能其實還蠻普通的 就是攻擊的時候 有15%再次發動 這個很多的輕航 航母都會帶這個技能 而且觸發率很低 大概都不會期待這個 有發有保佑 主要是它2號這個技能 這個戰力支援 這個戰力支援呢 是我方的所有航母 都會加航空的12% 撞天10% 這個加幅度其實算蠻高的 再來自身的航空攻擊 會縮短25% 第一次喔 第一次的航空攻擊都會縮短25% 所以它後面的整個 起飛的這個時間軸就錯開了 因為我們上很多航母的時候 我們會怕說 如果都同時進攻 會浪費這個炸彈 會有overheat 重複傷害的可能 它一旦短縮了第一次的起飛 後面的時程全部都往前挪了 它不會跟人家撞在一起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空襲的效果 再來是它所屬以外的艦隊 隔壁艦隊 2號艦隊的這個空母 也會再增加航空跟裝填8% 等於說它是唯一一台 跨艦隊編隊提供BUFF的一艘船 這個是非常難能可貴 所以你在兩個艦隊的時候 你可以提供2號隊伍 額外的航空支援 航空BUFF 好啦 那有了這個卡薩布蘭卡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正式的攻略13章 為什麼 現在有一個叫做卡魅龍的一個組合 卡魅龍是什麼 卡薩布蘭卡 Unicorn加龍鳳 那前排你配這個 對空比較高的雷巡 注意喔 是雷巡 什麼能帶啊 神通啊 貝亞法斯特啊 這些算是雷巡 這種防空雷巡 配上這個卡魅龍組合 基本上要過13張 是非常容易的 以前我不敢說 要怎麼打13張 現在有這個卡魅龍 而且獲得難度也相對比較低 你的整體練度高了 要打13張 不會是有太大的問題 這也是你開始可以練起來 去通關13張的一個最低寶藏了 好啦 那剩下這個紫色的前腿艇呢 基本上你可以不用練 有愛的話再練 可是路板4周年 丟了一個新的噴水魚 它是金皮 想要把這個三金魚練起來的話 你不妨等這個10周年的白鷹大火 再來入手那一隻金皮的前腿艇 剩下這個黑布呢 有愛再練吧 基本上藍皮還好而已 剩下這次本次可以打到的部分 大概只要C3跟D3的這個潛艇魚雷 一個是Mk16 一個是950 我比較推薦去D3撈啦 因為D3有954還有這個布萊摩盾 如果你布萊摩盾也撈到的話 你可以回去C3撈這個Mk魚雷 我覺得Mk魚雷後期的爆發性 使用的這個頻率還比較高一些 再來本次的兌換 剛才有說了 有一個水上偵察機 這個是KUPA專用 剩下那個TBM呢 那個是一個 近水的魚雷機 不過它的CD很長 導致它的泛用性其實也不是這麼好 頂多就是拿來做為條束用的 活動只是它唯一一個限制 也不能打擾 或許你還是把它換下來好了 以免以後想要用的時候用不到 基本上這次的活動 大家就只到這邊而已 如果有問題的話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